之前在长沙就有一位车主开着自己的仰望幽巴 缓缓朝着湘江的深水区行驶 水没到了车子的窗户边上 仰望幽巴的车窗和天窗都是开着的 车主将车子驾驶到挨进车窗的位置后 就不再往前行驶了 而是开始探索周边的地势 此刻我们也可以看到 除了车窗以上的部分在江面上 车窗以下的部分全都被水给淹没了 随后车主驾着仰望幽巴在江里面兜了一会儿 便驾着仰望幽巴重新回到了岸上 从外面看上去车子入了那么深的水 在水里待了那么久 竟然不受一点影响 不得不直呼这车是真的香啊 其实这次广州暴雨 仰望幽巴压根还用不到应急浮水功能 只是用到了应急浮水附带的一些东西 比亚迪仰望幽巴豪华版 涉水深度可以达到一米 而仰望幽巴越野版因为有涉水喉 所以涉水深度会达到1.4米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 只要是硬派越野车都可以涉水 比如说路虎揽胜三菱帕杰罗都可以涉水0.7米 如果装了涉水喉那么涉水会更深 但是目前来看裸车涉水深度最高的乘用车 依旧还是仰望幽巴最厉害 毕竟一米深的涉水深度 应对目前暴雨下的南方街道还是可以胜任的 另外其他硬派越野车在涉水的时候 车内其实都会进水 所以在车内并不会舒服 但仰望幽巴由于搭载了多种先进传感器 一旦检测到车辆陷入深水区 就会主动触发应急浮水模式 进入此状态后 车身会自动升高至最大离地间隙 所有车窗和通风口全部密封 唯有车顶天窗开启作为逃生通道 更神奇的是在30分钟的浮水期间 车内绝对不会有积水下沉 整车可以最快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缓慢前行 还能随意掉头幻象 堪称水上霸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